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是倒架态度 庄子不是他 骨盆儿哥嘛 老婆死了 敲脸盆 骨盆儿哥 对吧 那当然了 而且这两位老人 他这个就像你说的是喜丧 一个98 一个活了93 我第一个俗气的感觉是 好像现在人民寿命是延长了 这活90多岁一点都不出奇了呀 现在 对吗 而且我发现是有几个这几年听 就这些这些老人啊 这些学术老人啊 好像都年纪活得挺大的 而且都是八九十岁还还在写作比更不错 我曾经遇到一个就是我在佛罗里达住的时候 一个邻居 一个犹太的老太太 他原来也是一个图书馆的馆员 然后我认识他说已经92 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先下楼去游泳池游泳 然后就去图书馆看书 所有最新的书籍 他比他们儿女备有时间都看了很多 然后还参加各种讨论会 然后下午才去打打牌呀什么的 衣冠非常的入食 体型一点没变 然后每天还常走 早上吃的很简单 就是奶和那种Oatmeal很简单 精神极了 脑子一点不坏 我听咱们那个公司有的几个领导上点岁数的 平常他们聊天 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在哥几个老哥们几个互相勉励 一定要这个心境开阔 要乐观 对吧 咱们都互相勉励活到九十几 而且还给我传授经验呢 说滴血压滴血压的长寿 什么的门 有这么一些招 但是其实活那么大 中国古人有句话呀 叫寿则多辱 这感觉啊 有些人觉得就要活了很大岁数 真的你比如说从七八十岁到九十多岁 这段日子的感受是什么呢 但我觉得不一样 像我们今天讲这两位老人啊 他们最受侮辱的阶段找过了 现在围绕的都是荣誉 荣誉 但假如他是当年 就你回想起来 假如他是当年那个时候 文革的时候去世 那真的是在辱墨中 甚至是自杀 是吗 对 扎老师说起来 还跟这个 任济玉老人啊 还有点缘分 是吗 你看今天说到这个 我们来这个看看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书 我得把自己爸爸的名字遮上 这是当时 任济玉主编的中国佛教史 赠给这个扎老师的父亲 是吧 同志指证 你看就写个作者啊 这个很清秀的这个这个字写的 然后还有任济玉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 先秦是吧 哎 这这这没留字 但是这是老书了 其实任济玉先生应该说是 他的训练 哲学训练是在49年以前 但是他在49年以后是 等于是中国最早的一批 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重新 阐释 对 中国的哲学史 是这么一个人物 所以他们确实是在就是40年代左右 就信仰了马克思主义 对 然后之后他的他的他的历史观 什么都受这个历史唯物主义 唯心主义影响 你现在要看看这些章节 都是什么老子 倒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 他的这个是全学是唯心主义的 还是唯物主义的 我看这个的博客上他们还聊呢 就说这个媒体啊 为什么说同一天两位老人先世 说季宪林老人呢 这咋回你看这个标题 就是国学大师 什么学界太陡 但是感觉呢 任济玉老人呢 就是都是著作这个这个很牛的嘛 但是感觉任济玉的名声呢 似乎就是学者任济玉 说是这是什么原因呢 那就是众说分约很多 但是我倒听到一个原因 就是说呀 这个像季宪林老人啊 他和他有些写的东西啊 是跟一般老百姓能够互相交通的 比如说牛棚杂役啊 或者是一些人生随感呢 这实际上他真正搞什么 我们哪有几个人能做 那几种文字都是 对 不过我的想法恰恰相反 我觉得呃 任先生编的这些哲学史啊 是一般人比较能看懂的 其实 季先生真的做学术那些东西 一般人是看不懂的 但是呢 任先生的做了这个东西啊 我觉得已经 从我自己也是念哲学的学生的角度来讲的话 他有点历史印记了 就比如说我念大学的时候 我们念中国哲学史 就其实不是太能够接受这一套 因为他就非常硬的 用当年流行的马克思主义的 中国版的这种历史观念 把所有人倒定得清清楚 比如说我记得那时候读讲末子 讲了半天 你不知道他为心还为物 然后里面就问一个问题 那他到底是为心还为物呢 难道说就分不清吗 当然不是 还是要分清的 就每个都来这个 你知道吗 而且还画阶级 就是他是不是为劳动人民说话的 还是为没落的地图阶级说 他都是这样划分的 但是实际上我要说 就是说从材料上有很多东西 尤其有干货的 包括就是说当年说 毛泽西看中 他说他很有才气 人基于就是那个什么汉唐佛学 叫什么论集吧 他有一些文章 你看包括这个佛教史 框架是不行 但是里面有很多还是有学问 有细节 但是你看人基于的图书馆的名誉馆长 我就觉得你们说的这个事 就让我想起 这个他我看央视的一个叫大家 那么个栏目 曾经访问过他 他就讲 就说毛主席当年讲 就说大学还是要办的 毛主席说大学还是要办的 但是主要是理工科 他当时人基于讲的问题是什么 就说这个文科 咱们说要出大师 或者你要有创建 你要有创新 可是他当时也讲到 就说你比如说用马克思主义 咱就讲不讲别的 讲马克思主义哲学 他说在当时那个年代 第一最顶端的那是毛主席 毛泽东 他说你说这个你怎么创新 对吧 他定一个一个一个顶端了 你怎么办 对 当时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 历史学家 哲学家 政治者 政治学家 社会学家 经济学家 全是毛主席 大家别搞了 就你知道吗 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文学界还以鲁迅 但是当然也是因为他举毛的 其实是举的最坚定 当然毛主席他确实很牛 他那是一个国家领导人 政治家 还能在学问方面 那那那是很不容易 你想奥巴马 他没这个才选 对吗 对 对 我是说 我是说他这个任基于老人 人家研究历史 但我要说一句 我觉得就是说 他们的前半截和后半截还是不太一样 你看近年你刚才提到就是牛棚杂役 那也是纪老是后来写的 任基于先生就是到了晚年 其实他也说了很多不一样的话 反省的话 比如说只有一个哲学家就是毛主席 然后他还说文革这样的事情 就像出天花一样 就像一个小孩出过天花 从此我们就有了免疫力了 他其实是有一个反省 包括他自己在内 所以我觉得人我们中国有句话就是说叫什么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其实可能后边还应该加一句 人之将老其言也真 就是因为他觉得 这几个老人 这几个老人 很多这一二十年很多 你发现都是八九十岁了 他说真话 这几个你说这个我就想起纪献林 纪献林呢 其实老实讲现在都叫大师 但到底什么算大师 也闹不太清楚 但是我们知道的是纪献林在晚年自己明确表示 这个什么国学大师 学界太斗 还有个什么玩意儿 就三个桂冠 他说我不要 那么你注意到他讲的话 他就反复讲这个真 他说总是要真 他说我也不是假谦虚 总是要真 甚至他说这个和谐社会 说和谐社会要真 每个人你的真面目 你的本来面目 你怎么想 不管你是对还是错 不管你是大家可以争论 但是你总要是真的 真的才有和谐社会 假的如果都是假的 那和谐又从何而生呢 而且他们可能就是说经历了那么多沧桑以后 有的时候这个人是要到一定年龄 他才有说真话的这个叫什么呀 这个这个呃能力和成本也相对低了 就是年轻人你阅历知识都不够 人为年轻也没人听 中年人呢 就是说你任重道远 负担也重 是这个这个考虑也多 利益也多 到老了 你想的你已经看见死亡的生命大限 你想的是呃轻始流明 你想的是要说真理 这个所以我觉得这可以看出来 为什么那么多老人 你像巴金赵丹 他们都是在晚年说出了一些 包括李慎之什么 很多人你想想都是在晚年反省 自己以前的错误 这个民族的错误 然后说出来最真实的话 但是就说你要真 那么你的这个社会啊 你的这个人心呢 你得容得下真才行 对对对 这就是人家讲的就是说这两个人死了 大家的标题都叫什么大师之后 吴大师人家说大师啊 好像有个环境吧 总得是尊重知识 宽容异端 对吧 你没有这样的一些东西 他怎么能有自己的这个创建呢 确实证明现在的环境是比以前宽松多了 就是他们说出真话来还得到了更多的 没错 我这样的人能当主持人就是说明宽松多了 是吧 所以应该容我呀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看到这个一些评论说呀 就是从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先世引起的这个聊是什么聊呢 就是说大师之后以后没有大师了 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呢 就是说这个呃 我们应该检讨一下 为什么似乎现在这种以学术为业一辈子 以学术为业的这种人还有多少 那么我倒是想到这个刚才说这个人机遇 你看啊 有的时候你需要对自己的一个一个定位啊 他们老爱聊这个什么这大师那大师的呃 或者说现在随便太容易送送给人什么什么大师的名号 但是我觉得吧 这也无所谓吧 就是说中国历史上讲实在话 宋美号的这这这这一直有传统的 对 历朝皇帝在自己的那个名字前边加的那个神圣伟大的那个字眼 所以他后加了几十个字吧 谁谁记得住啊 但是关键在于就是说你有没有火眼金睛 就是你能不能知道 就像纪献林就说说我不是大师 但是但是什么是大师呢 说后世人看吧 但是我就说这些是为什么 我有一个感觉 就是俗气的社会 当然我也很俗气哈 我就发现吧 太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人上 就是说这大师那大师好像都是人 可是你不要忘了这些大师本人 他们是把他干的这个学术看得比他个人重要的多的 重要的是你比如像我就说任基玉接受那个采访 他就说当然他的一种理解 他说纵观历史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统一经济繁荣之后 大约再过二三十年 必将会有一个文化薄星时代 所以现在还没来 那个主持人就问他 那现在你们这些学问者就干什么呢 他就说整理资料 为将来的文化薄星做准备铺路 这二三十年 那么你说你看 他能够认识到一个比他更大的 比他更大的东西 没错 这就是我老讲说 就我以前我上大学的时候 读到韦伯有一篇 学术作为一种志业 让我觉得最感动的地方 就韦伯当年教学那些大学生 他那个演讲讲什么 他说学术是干什么 学术就是你一定要超越以前的人 你超越你的老师 不是因为你仇恨他 你瞧不起他 不 而是因为你跟你的老师都在干一些 比你跟你的老师还要大的事情 你的老师当年也是这么想 你现在也要这么想 所以我们要做学术研究 为了更尊敬我的老师 我要超越他 那为什么又要教书呢 教书是为了让后来的人超越自己 不是因为你看不起自己 想虐待自己 而是因为你跟你的学生都在做比你们自己本身还大的事 你像这个季献林呢 呃 当年也曾经说过 也有人采访问他 说等于知识分子地位低啊 这个这个怎么怎么怎么着 我发现呢 季献林说的反倒是钱 季献林当时就说呢 说我们小时候上大学的时候 对吧 我们的教授每个月几十块现大洋 他说那个时候学生几块现大洋 一个月日子就能过得不错 他说你可以想见那个时候的教授 他这个是可以过很不错的生活的 他说现在这叫什么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弹的 你看他反倒是说这个问题 可是他本人呢 大家就是说一生清贫 穿这个蓝布旧中山装 每天登自行车 是 我我很少见的几次 就是见到季献林先生 都是这种穿的一个棉布的衣服 一个平底的那种布鞋 而且每次在 因为我其实在上北大的时候 大家还真没有修过季老的客户 见过他 但后来毕业以后再回来的时候 在某些聚会上 有时候是你都不感觉到 这是一个国宝级的或者大师级的 他是反而自我介绍是最简朴的 最低调的 而且很不会注意到他的 所以他的为人 甚至比他的学问 还受很多学生的尊重 对 因为就像文道老说的 他的很多的著作是特别专业的 其实他不喜欢这个说国学大师 也是有道理的 因为他其实是印度学大 他很谦卑 就是说你不要称我是国学 我只是印度学 其实国学方面有很多人 比我要专业的要深得多 但是他确实 我觉得就是刚才你说的 他们又有一种那个年代的学者或知识分子的一种 就是学那种通识 就是说他的基础是他可能很专业 但是他的这个学问又很又很大 汪洋自私 对对对 这种人物现在真的是少了 要不然我们就很功利的 就是我这个能拿到什么职业 什么饭 就对着这个去了 要不然就是一些空谈家 有些确实就变成就是流云浮浅 当年这个季老人也发过牢骚啊 说现在是这个教授满街走 讲师多如狗啊 就是你 他没有这些说 不是我说的 季县里说的 说的真好 那但是就是人家大家就在说呀 为什么就现在没有这种 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 要回到更根本的问题 就是当然大家都会讨论 以后还有没有大师 为什么没大师 但是我觉得更根本的问题是 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大师 没错 就比如说像季先生 大家都说是大师 连他搞的什么学都不清楚 就说他是国学大师 这就是一帮老百姓的传媒的 谁看得懂他的东西啊 比如说他以前他做那种 关于印度的方言的研究 这个佛经语言的研究 多专业 他做土火罗文本的 弥勒会教记的剧本的研究 多专业 这些谁懂啊 就是说土火罗文 全中国现在就还他能做 你想想看 那这种事儿 怎么我们就知道他是大师了呢 对啊 所以就等于像有些物理学家 像霍金那种 研究黑洞的基点什么 这没人懂的 但大家都说他是大师 是因为大家都首先信任一个东西 信任学术界的判断 对是吧 没错 就等于你去看医生 看医生 人家说这是泌尿科圣手啊 说我怎么晓得他是呢 因为行里都说他是 你信任的不是你个人经验 你摸不懂 你信那个行 就是爱因斯坦我们不懂 但是你们学术界告我们说 他最牛 对 这我信 对吧 好 问题就来了 就是说学我们整个社 这么社会这么复杂 是依赖的不同的系统的运转 这个系统里面他有自己的一个信誉的建立的问题 就我们信任学术界是因为我们相信学术界有规矩 你一个没学问的人就当不了教授 你一个学问不行的人就没办法在北大做教授 你北大清华选学生招学生是非常严格的 你训练学生很认真的 你我们要信这个 可现在会超就能当教授 没错 他博士导呢 不错 就是说我们是先信这些 然后我们说 你们都说他是大师 那他就是 但是问题是我说中国未来没有大师的理由 不是没有季宪林这样的人物 而是就算有你都不认识 为什么 有他们都说他是 我凭什么信你 你北大就一定能信吗 没错 现在中国是这样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梁大师接着又来 别这样啊 都是大师 我们现在只有余大师 我再跟你讲 比如说 我举一个例子 前阵子中国不是出了一个最年轻的市长吗 那那个周市长 周森峰 他呢在清华上学 那后来呢 有人就说他在清华的论文涉嫌抄袭 那么当时呢 我还在节目里头说了一下 那结果呢 就有网友来回应 就说我这个说话太过分了 不能该拿这个指责他 说清华大学学生是很苦的 每天上课很紧张的 不抄袭哪行啊 就你想想看 这个已经变成这种程度 你如果把清华大学生抄袭 我相信这不是普遍现象 但假如大家容忍 你这个整个系统就完蛋 今天已经很完蛋了 坦白讲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你在哈佛 在芝加哥教书 如果一个教授 那就算他不是很厉害 但起码我们知道他不烂 对不对 他是有起码水平才上得了呢 就等于说在欧美的那种大学的出版社 牛津大学出版社 他不一定是最好 但他不坏 你今天中国 有这样玩意吗 就是我能保证你清华教授一定很好吗 你北大出版社的书就一定行吗 难说 这个学术信誉的这个基础结构 已经受到了严重的腐蚀和腐烂 甚至是 所以你而且的这种东西 他不仅就是说不可信 他还在给了这个大事专业的这种评语之后 还附加很多东西 所以我就想像基建林这种 就是搞的这种所谓冷门的语言学家 其实确实是很难鉴定的 只有同行文件 我在美国就知道一些 就是搞语言学的 因为这东西太 你像他说那个什么繁语的 什么转音 他有一个新的研究 这只有搞那个繁语的 全世界几十个人懂 就几十个人 比如说在印度懂繁文的 也只有什么一千多人 所以你说只有这么少 然后你把这个东西建定为 他在这个专业里边 已经是顶级的语言学家了 就我觉得在美国也是有这样 就是某某某芝加哥大学 他是一个在这方面 做出独创性贡献的 但是也就到此为止了 大家都觉得 这很可信 但我们偏偏在这 除这之外 还要国宝 什么学界 太陡 又附加一些很有这种 就是说公共政治性的 这种名堂上去 所以这个帽子就是说 你本来基础已经就很可疑 然后你的帽子还戴的特别高 所以其实的结果就使得人 对整个这一套东西 这一套话语都彻底不信 你像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咱们就说陈音雀 其实我很怀疑到今天几个人 还知道陈音雀 或者说即便知道 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这就不管 是吧这么牛的一个大学者 你说他当时他的这个信誉 到什么程度 清华国学院 那都是王国伟梁启超 但是梁启超向校长 举荐这个陈音雀 校长说他在外国游学多年 连个博士也没有 没学位的 但是梁启超就说什么 我著作等身 我著作等身都比不过陈先生 三百个字 就这么推荐他 让他来 你说说那个时候 大家公认的这种信誉 是吧 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人给你瞎来的 对不对 对 所以呢 而且这还 这但就依赖什么 就依赖当时你做学术是独立的 你看季先生说 他一生平佩服四个人 胡适 陈音雀 马尹初 还有梁树明 共同特点都在于 敢说真话 坚持学术的独立跟自主 你没有一个独立自主的学术研究机制 他就不可能有一个正常的信誉系统建立得起来 这就是还是那句老话 独立之精神 接下来为您播出 走向2010 搞学问 真是离不了这个 这是很重很的 你说是不是 说到根 你整个体制为什么会坏 就是 他坏了 太多东西 谢谢大家